美国东北部近日受严寒天气影响 部分地区气温跌到摄氏零下20度 被形容为夺命级寒冬 天寒地冻 有人选择躲在皮斗里面 但在新浊西州 2000人就选择在严寒之下挑战极限 冲向冬冰冰的大海游冬泳 都只是为了慈善筹款 沙滩上就有近3万个游客为他们纳涵座位 不疏身的还有他们 几百人在华盛顿打大赤纳 这个标榜只是穿外衣参加的慈善赛跑 排名都是其次 抢眼的造型和为慈善热血狂奔才是最重要 无线理事记者到思维报道